他王世坚 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真的不小心 没看见党内市议员王世坚就站在自己旁边 现场瞬间尴尬 王世坚理性感性挺陈时中 还是黄珊珊还是不松口 倒是诚实中要先面对马桶政策引发头盔争议 就算二度道歉 依然无法平息网友怒火 之后把矛头对准国民党 我们也没有当作儿戏 所以我们也慎重的道歉 所以还是要回归政策的一个主题 那光是这样的一个责备 并不会让人家来当选 它不只是相关硬体的建制 更重要是后续的维护 也希望能够加强相关的安全管理 避免有任何偷窥偷拍的事情发生 只是陈时中文宣片中的探头画面 遭到网友疯狂截图流传 就怕人设大崩坏 赶紧打出温情牌 脸书上传自己与孙子弯在一块 画面朝温馨 立刻被联想是要转移争议焦点 洗白形象 而喊出要周周端正见的黄珊珊 也承诺当选后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北市医病给拆了 变成绿地 好像在第一任的时候 有提出来相关的政经 后在第二任也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规划 然后现在做一个统整再度的提出 看起来比较像是这样 规划成绿地也不是不行 但是不只是考量到在地周边的住户 其实整个台北市民 大家共同的期待到底是如何 所以委员也是赞同拆除 才一定要拆除 这是一个长期的方向 二兵盖好 一兵的预算都已经编了 拆除预算都编好了 这个不是空话 这个是正在做的事情 北市萨卡都蓝绿白候选人 市政议题各自出招 也让选情不断 起伏变化 欢迎新闻吴海瀚林家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